NASCP-3620 Data is Bunged the Chicken 数据生除机 项目等级Safe 偷送措施 NASCP-3620送于中等尺寸动物收容容内 内部体积不少于1立方公尺 收容容虚位器壁 可检测其中CO2输出 收容容需在每日位置前被清理 对任何脱落物或产出的蛋进行测量 每日位置给水必须等同于输出物质 允许有每日1.5克的落差 描述 NASCP-3620是一个有生命的尸体 经测试确认其唯一只约5岁大的磁性夹击 其行为和声音都与夹击相同 所有采集到的组织在外形上一时无词 NASCP-3620在视觉上表现为142微平面 其上有一像型图片 以及若干刻横线 假说认为这是某种语言 但其语曾发现过的任何字母不符 不论距离如何 该平面的大小对于观察者的视野始终不变 且无论角度如何 该平面始终与观察者视野保持平行 大约5名观察者中有语言报告 在观看NASCP-3620后出现轻度到中度头痛 测试显示NASCP-3620在物理上不会变化 其体重始终为724.33克 不是一般会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 任何从它身上获得的组织样本 例如血液、羽毛 甚至包括被切除下的身体部位 都会瞬间被替代 脱离出来的身体物质没有异常 会以正常速率腐烂 各因素表明 NASCP-3620始终为约5岁大 但其自1983年7月5号就一直被基金会收容 由于NASCP-3620所产出和吃下的材料 似乎不符合标准的质量守恒定律 任何自然脱落或在测试中移出的物质 都必须以等量的食物替代 以防在长期范围内出现行星质量矛盾 文件3620之一 发现后的采访 受访者 采访者 特工 前言 采访依照协议 由你 与NASCP-3620被回收后 在1983年7月5日进行 特工 伪装为雷普利娱乐公司员工 给我们说说你如何得到这个 动物的 我是说我很肯定它之前是一只普通的鸡 我在它出生后清点过 加上这只奇怪的 鸡的数量没有少 所以我想我是从一般生出鸡的方法弄到它的 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然后有东西把它变成这种鬼样子 你能描述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好吧 我没看到它发生或什么 一声巨响把我吵醒 像是 像是雷声混着管弦乐穿过打麦机 一开始我以为在做梦 你知道刚醒来就那样 但当我出去 我才发现是和那东西有关系 第一眼看过去非常大 但我一靠近就缩小了 也不完全是那样 但感觉就是总是一样大 不管你是从多远去看 但当我靠近 它就在那到处走的哥哥脚 像是没事发生 其他的鸟们倒像是有点怕 你和别人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 肯定第一件事就是找你们信不信有你了 我看你们对这种怪事特别在意 所以我不想让别人来拍照之类的 好 这的确是个激动人性的东西 跟我来 我带你去搜索部 看看这姑娘能卖多好的价钱 听起来不错 结语 先生被施予西级机消除 支付其10美元补偿机制损失 随后将它送回农场 文件 博士的自杀遗书 什么都不重要 你知道3620是什么对吧 它不是知己 那它吗是个bug 它是个故障 报错信息 它就是个从蛋里出来的404NFound 所以说我们是什么 软体 在某个高层级电脑上运行 我们只是模拟 这些 都它吗没意义 Ctrl Auto Delete Dan 文件3620-3 在Daniel 博士死后 对Shalene 博士的采访 受访者 Shalene 博士 SCP-3620首席研究员 采访者 特工 内部评议委员会 前言 于20 年4月12日 初级研究员 Daniel 博士被发现死在他的办公室 似乎是自杀 尸检发现进行了过量麻醉及注射 发起分级冲绳调查 以确认此次自杀是否意味着对 SCP-3620的SAFE分级应与改变 你能跟我们说出 先生吗 好吧 我能告诉你 要是你们叫他先生 而不是博士 会让他气死 抱歉 博士 没事 他是个新来的 其实是刚从博士班毕业 就是他在这边第一个任务 我们正在看Spongy能不能 抱歉 Spongy 哦对 我们给SCP-3620的昵称Spongy 数据删除 以Spongy的缩写 不知道我们应该保持超然 但和一个活动系工作好几年的话 就是很难的 SCP-3620有点饶口 我明白了 请继续 我们再试着看 SCP-3620能不能被用作15元 它基本上还是只鸡 所以你可以拔个鸡翅 鸡腿 或者切坏鸡胸肉之类的 它完全是普通的鸡肉组成的 而且无论我们切多少 都有心不为自己出现 但我们必须保持平衡 它也喜欢雪牛层蜡鸡翅 造成过多额外质量 使地球脱离轨道 会是个很尴尬的SK 你懂吧 对 所以电安在帮我弄个送草密度的喂食 测试我们一天能让它吃多少 然后我看到它突然停下来 眼里出现恍惚的神情 然后它说它必须去办公室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 我想是最后一次有人看到它 会是喂食程序触发了某种效应吗 不像是 这之后我们带了几个D级来试图重现 它们都没出问题 所以按你的专业意见 你却否认 博士的自杀 是由SCP-3620的异常效应引发 我不认为 至少不是某种魔音或心灵感应效应 我个人研究这方面有三年了 它从80年代就被输用着 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情 你会倾向于对周围的怪事变得麻木 但有些像Den这样的心源 我们觉得Yukai和Keter是可怕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忘了 那些打影号的安全SCP 也能毁掉某人整个世界观 你明白吗 备注 重分级委员会 投票保留SCP-3620的C分级 以上就是SCP-3620 简单地说 SCP-3620是一只母鸡 行为举止 还有从肾上取下的部分 都与普通的鸡相同 它外形是一张扁平的图片 并且有不明的文字 不管从多远 它在观察者的视野中 都占据同样的大小 所以在远处会产生它很巨大的错觉 不管吃下多少东西 或是从身上切下多少部位 SCP-3620的体重都不会改变 而且SCP-3620身上仍然会具有被切下的部位 一位研究SCP-3620的博士 在看到SCP-3620后 认为SCP-3620是一个bug 是世界在电脑上运行的证据 最后在打击下自杀 这个SCP还是蛮有趣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无限的肌肉生产器 不过必须保持平衡 避免地球质量改变 关于宇宙骑士城市模拟的理论 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模拟假说 2003年时 一名哲学家Nick Bostrom 提出一个与这个假说有关的三难困境 一、人类文明成功发展到后人类时代 有能力在电脑上模拟祖先的几率趋近于零 后人类文明有兴趣模拟进化史的几率趋近于零 与我们经历类似的人类 生存在模拟世界中的几率趋近于一 三个中必定有一个是正确的 因为电脑技术的进步神速 后人类时代人类会拥有极强大的电脑科技 其实就有一小部分的人决定模拟他们祖先进化的过程 模拟世界的数量也会大于真实世界的数量 对于这个假说也是蛮多批评的 例如它只是一个哲学理论 不可证伪、不科学 有人说其实理论是正确的 我们也有可能是第一代人类 那些会存在在模拟中的人类还不存在 也有物理学家设计出三贯的实验 并且在Kickstarter上募集实验基金 最后募集到了236,590美元 他们似乎不定期会在Kickstarter上更新实验的进度 最近一次是2019年11月 提到了他们正在制造实验用的装置 我会把相关的网址留在下面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记得帮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DP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